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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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频道大家不妨特别去做注意 现在已经有很多投资朋友们来讲话 经常在这个频道里面可以寻到一些保障 就是台股保障公众员的YouTube频道 里面除了我的各种影音节目以外 还有一些教学的一些课程 甚至我一些研究的一些心得呢 都会放在YouTube频道 我财大课公众员老师的台股保障 公众员分析师那个YouTube频道 欢迎您去收看 当然你觉得哪个单元好 我不是叫你所有的单元 你觉得哪个单元好 麻烦呢 给我一点鼓励 点一下赞呢 然后呢 和你的朋友们去做些分享 甚至呢 你要得到一手的及时资讯 你就按那个订阅 然后再按小铃铛 我一有所谓的资讯 立即就是会放到那个里面 通知你来做一些观赏 对于你在台股的投资方面来讲话 一定有很大的帮助 今天台股上涨63点 其实说起来我们在上个礼拜 我已经先做个预测 当然我这个地方来讲 要说到一个重点 今天我12月23号礼拜一 我查那个公众员老师的金融日记 要谈的是精算成长股宣德 很多的投资朋友们来讲的话 会觉得这个金融日记啊 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我们来看一下 我查那个公众员老师的金融日记 它就是个报纸的价钱 但是它绝对是什么 黄金的价值 欢迎您 必订阅 必详阅 今天来讲的话 台股上涨63点 有一档股票 近期非常热门的股票 叫做台表科 大家记得吧 台表科的这档股票 在12月10号礼拜 我财纳克的金融日记里面谈到说 台表科为什么在12月9号 他要亮针下措呢 我为了台表科还写了一篇日记 在第二天做出刊 当时来讲的话 12月9号不是台表科长成这样子吗 12月9号的台表科 他这边出现所谓的亮针下措 所以呢 为了这个 因为当时来讲的话 市场上面对台表科非常热 非常热 非常热 这一亮针下措 融资还大幅度的增加 所以我在第二天 也就是12月10号 我的金融日记里面来讲的话 就写到台表科这个地方 当时我还特别在这个节目之中说 你如果手中有台表科 或者想进去买台表科的投资本门 你不妨第一份 报纸的价钱 黄金的价值的 我禅大课 公众院老师金融日记 我在里面写得非常清楚 12月10号 今天12月几号 12月23号了 也就是日历日来讲的话 大概有13天之前 写的这个金融日记 叫你去看 我里面写到什么 我说如果那个高价 这边的红K啊 再站回来的时候呢 你要把台表科卖掉啊 光是那这几个字 在这个金融日记里面来讲话 迷足珍贵了 12月10号写的 12月9号的位置点字在这里 台表科 他后来是不是站回来了一次 不卖 也不知道 不知道 日记的可贵 认为它是报纸的价钱 他就给你再创新低 你了解我的意思吧 所以我特别讲到 如果已经订阅的 这个读者朋友们 你订了以后 不要真的把它当报纸啊 虽然它是报纸的价钱啊 它是绝对对于你来讲话 一定有黄金的价值 你不要说哪一档股票 碰到了和你手中 我写的股票 和你手中的股票 是有关系的 你再去看 不要不要 因为里面我会谈到一些逻辑 为什么台表科中错之后 我告诉大家 读者朋友们 他再回来 你一定要卖 我那个时候是从什么 财务精算 也就是所谓价值精算 再加上技术精算的 那么今天来讲话 我财大科工作人员老师的 金融日记写到的是什么 精算成长股宣得 宣得是一个成长的股票 而且它从中线的格局来讲 走成这样子 它这样就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它是一个成长股 它会呈现怎么样的格局 读者朋友们 你一定要进去看 详阅详阅 好 说到这里来讲话 我们来谈到这个盘局 如果你还记得这个地方 在上周三 12月18号礼拜三 大盘再度上涨25点 我也跟大家谈到重点什么 我说这个量 出现了一个迟滞的现象 量缩价 这是量缩嘛 价在上面 所以价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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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一个互动的关系 量缩但是价迟滞 在前一天上涨157点 礼拜二 礼拜三却上涨只有25点 量缩价迟滞 开始出现什么 容易出现整理下跌 大盘之后来讲 连续两天 上周四跌了107点 上周五再跌60点 这难道不是精算吗 这叫什么 技术精算 我有讲过 盘续内部结构 就是那个六档股票 哪六档股票 台电 联发科 大力光 鸿海 再加上国泰金和复光金 你把六档股票 它能不能卖动 多空卖动 掌握住 你大概知道 第二天盘续会发生什么事情 甚至在昨天 礼拜天 我不是有 投资奖做吗 我一直讲到 本周三会发生什么事情 不要说我在上个礼拜只讲了这个地方 大家记得吧 这是上周五的时候 11月20号礼拜五大盘 再度下跌将近60点 我讲过 今天礼拜一就会开始出现多方抵抗 因为这量能出现什么 空方量能无效 前一天空方右的是精锐部队 下跌107点 直接将多方的兵力击溃 第二天来讲的话 动用更多的兵力 但是下跌幅度却只有60点 所以我说今天会出现多方抵抗 抵抗了没有 它就上涨 你可能说那接下去的盘就会怎么样 其实接下去的盘局来讲的话 我们要直接看这个地方 来看一下这张图表 这张图表的时间蛮长的 你也可以看到脉动 这是在12月20号 我所制作出来的图表 也就是上周五我所制作出来图表 我们来看一下 看他们找到这个点 好 大家记得这个点位吧 这一天叫做10月9号双十节国庆 不是要放连续假日四天吗 在当天来讲的话 国庆日前一天 大盘下跌127点 我说风口浪会正式起升 大盘会开始上涨 但市场上面告诉你什么 告诉你叫做崩盘 我腻的市场上面讲法 以我才那个工作院老师的技术精算 我告诉你风口浪会起来 就在这个点位 我说风口浪会起升 到了这个点位 11月18号 我说双向波会正式启动 您可以开始进行双向操作 到了这一天 也就是这天我们把它放大一点 12月6号礼拜五 我在节目之中怎么讲的 而且我还在我的金融日记里面写了 金融日记里面写到这个重点 我们来看一下 看一下当时金融日记怎么写 我找一下金融日记 金融日记到哪去了 每次做这个节目很好玩 因为纸张特别多 所以麻烦大家等一下 你会看到 你想都没有想到的事情 这份金融日记 12月6号礼拜五的金融日记 当天来讲的话 大盘是在这个位置点 也就是当天大盘是在 这个位置点 这一天叫做12月6号礼拜五 我财纳课工作人员老师的金融日记 是怎么写盘局的 12月6号礼拜五 12月6号礼拜五 这个地方叫做确定突破 这根叫做确定突破 突破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 在国际方面来讲的话 美国总统川普总统出现了几件事情 他国内有官司 然后还有地缘政治不稳定 所以预估12月15号 中国大陆和美国的增加关税来讲的话 会对于美国不利 所以它不会出现 再过来 中国和美国的第一阶段 我这边特别讲到 会很快的达成 当天来讲的话是12月6号 到了12月13号 大家才知道这个消息 但是我从总体的经济分析 再加上技术分析 我讲这个地方一定会发生这种事情 然后一一的出现 而且我当时还算出来 从这个点位 大盘会涨到哪里 近期最高点位是 一万两千一百二十五点 对不对 这个地方是不是最高点位 是不是最高点位 在12月6号礼拜五的金融日记里面 已经算出来 这个地方不是最高点位 当时我讲到空间大概有700点 第二个阶段是从10月的一万零八百点 所以此次趋势上工 就有机会来到什么 一万两千点到一万两千三百点 你说还没有来啊 你礼拜三看看 我才那个工作人员老师 写的金融日记 是不是报纸价值价钱 黄金的价值 我在这边已经画出来了 就上去 包括今天的上涨 还没有包括今天上涨 对不对 今天大盘呢 不是上涨吗 今天大盘上涨 那明天大盘会怎么样 我们来写一写好了 这边好像有饼 好 谢谢 今天大盘不是长成这样子吗 你去注意一下 今天大盘上涨63点 成交量萎缩到只有1100 1100亿 比上周五量真来讲的话 小很多 是不是代表这次多方金融部队又出动了 所以明天会怎么样 两个字 拿两个字 明天会抢掌 抢掌 我财纳克公众院老师 不管是早上八点钟 在我赖群组里面的盘前小地宁 还是盘中 十点三分 在我脸书的直播 台股投金秀 和现在盘后的总体分析 财纳克向前行 全都是预测性的节目 因为我们不报道 我们绝对不是一个报道性的节目 甚至我财纳克金融日记 它不是报纸 它虽然是报纸的价钱 但是它不是报纸 报纸是来做报道的 我金融日记是来做什么 在做预测的 不妨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盘局 是不是明天又照的我 金融日记里面 所讲到的内阁指数方向 去做迈进 我们修一下进一段广告 我们来谈到个股的发展 马上回来 居然投顾 龚老师 要告诉您 每日铜板经济大发威 现在立即订阅 台股保障研究日记 日记详细 立刻不打 02-2506-6808 02-2506-65808 价值精算 技术精算 成就您发财梦想 来电精算 为您追踪 02-2506-6808 02-2506-6808 居然投顾 龚老师 要告诉您 每日铜板经济大发威 现在立即订阅 台股保障研究日记 日记详细 立刻不打 02-2506-6808 02-2506-65808 欢迎回到现场 股票要真的赚到钱 才是王道 不管你是做多还是做空 股票永远走它自己的路子 和盘均的指数是没有关系的 当然您可以在上个阶段看到 甚至在 其实说起来从10月9号 大盘跌127点 我告诉您 风格浪会起升 当时才是多少点的指数啊 当时指数多少点啊 我们来回问一下吧 当时的指数 来讲的话 在这个地方 大概是10800点附近 现在来讲的话 近期赢到了一万两千多点 当时你怎么会想到 台股来到的是一万两千多点 甚至你昨天 你刚刚还看到我的金融日记 想的讲到什么 这是在12月6号 我预估几件事情 第一个中美贸易战第一阶段 OK的 但是它是在12月13号 大家才知道 确定这件事情 今天呢 12月23号 川普和习近平才通了个热线 再度确认 而且我在12月6号 礼拜五 我财纳课的金融日记里面还写到 我说12月15号 美国不是要加征 中国大陆商品百分十五的 再加征百分十五的关税 我说这件事情是不会出现的 而且在当时我还预测了 台股会来到一万两千两百点 到一万两千三百点 在上周二的时候来到了一万两千一百二十五点 是否能够做突破 不妨我们拭目以待 当然赚钱 赚股票钱 是要不用唱着 也不用说着一口好股票 要真正做出来 大家来看来 今天不是大盘上涨吗 我们来看一下 你还记得吧 这是在12月9号礼拜一 我有跟大家谈到 我说这档股票呢 因为它的配期质疑率来讲的话 小于2.5 它已经出现了什么 已经强涨了非常多的一个格局 而且从卖动格局来讲的话 这边很显见的叫做什么 12345 五完了之后 它还来个四余 四余的卖动与上涨的卖动 与前面五波三浪的部分 上涨卖动来讲了 显见它是出现怎么样 走缓的态势 所以它股价会做一个修正乖离 所以我们当天来讲的话 12月9号礼拜一 在这个节目之中跟大家谈到 我们要放空的这档股票 你可能会说这档股票叫什么名字 我们来看一下 我现在想看一下 对没错 就是它 你再看一下 你再看一下 知识率小于2.5对不对 就是这一张 时间点12月9号 哪一档股票 是不是星星 3037我们这边放大点 这12月9号的星星 我们说我们要放空它 我们就的确的去做了这样子的事情 今天星星来讲的话 盘中跌了相近7个百分点 创新低 股票赚到钱才是王道 永远做那个所谓的价值精算和技术精算 之后 我们精算完毕之后 我们才出手 每一次出手 能够让投资朋友们获利 是我财大课 工作人员老师 所讲到的一件事情 那就是精算 成就大家发达的梦想 今天大盘 在涨 12月9号 我说我们要进行放空星星 那当时来讲 除了技术精算 我们也讲到 因为它已经出现所谓的 股价和它的价值不匹配 它会有一个修正的一个动作 这么一修正 9月 12月9号礼拜一 今天是12月23号礼拜 这是不是两周之前讲的话 它就这样子修正成这个样子 大家懂我的意思吗 这个是我们操作的记录 我们在前一天讲 12月9号讲 我们12月10号 我们就做动作 我们没有叫大家跟 我们说到我们就做了 在12月10号盘中10点06分 放空谁 星星 12月10号礼拜二 10点6分25秒 放空星星 电子 他就这样子来 他就这样子跌下来 而我们在上个礼拜 跟大家谈到这档股票 我说会翻倍 大家记得吧 当然我现在还不能公布 但是我这边要特别 从它的价量 为大家做些说明 它不是 所谓的价值精算 它是和国际的 原物量的脉动 是有直接的关系 很多的老手应该会 算得出来 我才那个工作人员老师 讲的是什么 我们来看到 这是在上个礼拜五 12月20号礼拜五 我有讲到 这档股票来讲的话 持续的走空 走空 走到 近三周的时间 它开始突破了下降趋势线 而且呢 它的底部开始垫高 你们发觉它底部垫高 而且这边还出了个小量 量小 加强 势必兼 所以呢 在上周五 我们就买进了这档股票 今天呢 又出现了近期 短线的新高价 为的是什么 同样的盘局 一手做多 一手做空 因为呢 指数放两边 各股发财摆中间 这是您致富的来源 欢迎您跟着我 财纳课工作人员老师 我们一起继续算 掌握这个要领 精算 精算就能成就大家 发达的梦想 好 我今天财纳课 向前行就为您说到这里 祝您投资顺利顺利 股市大发财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